中央内柴 中央内柴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07年中英人寿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这次比赛是在四川成都的四川城育馆进行的比赛 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也是世界语言超级系列赛之一 而且现在也是进入奥运会参赛资格的积分当中的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正赛的第一天 现在我们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是一场混合装打 中国队的谢中博 张亚文迎战日本选手大树中司和墨刚聪子 现在刚好进行到第一局的技术暂停 谢中博 张亚文是11比8领先 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日本队的教练和队员 对日本队的这个教练呢 羽毛球爱好者也都非常熟悉了 他是前韩国著名男双运动员朴朱凤 朴朱凤也是一个长年漂泊在外不能回家的人 他曾经在马来西亚 日本等很多国家都担任过教练 就是在韩国队担任教练的时间最短 只有在04年奥运会之前 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 曾经指导过韩国国家队 朴朴末 他曾经指导过名的 正前向 他曾经指导过 他曾经指导过 这几次 这几次 这样 多谢 他曾经指导过 一大厨 处 一大厨 现在13比9 跳球出了底线 在今天比赛呢 是在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 已经前面进行了好几场比赛 在四块场地 通过场上的进行的情况来看 还是日本队所在的这边场地 是有比较明显的顺风 控制对方底线有一定的难度 很容易出界 中国队谢中博张亚文 一个是实力上还是强于对方 另外呢就是也利用了 这种场地的优势 在第一局控制了主动 接发球不好 给谢中博的第三拍 拿得非常舒服 现在是16比10 日本队发球的是墨刚聪子 日本队的 现在他们的男双女双 还有女单 都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顾问 前国家羽毛球队的领队 周金灿周指导 和我们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 对球一个大对角 刚好是落在肩内 17比11 本排抽球下午 这球很漂亮 对方回接发球之后 接发球直接挡一个半场 然后对方的反拍位置 然后谢中博再往前抓对方的回球 场地上因为有点顺利 所以一般半场球处理的时候 不太敢跳后场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挡网或者是抽球 4号场地将进行混合双打的比赛 比赛号XD503 由中国的 大球 大球 裁判员蛇西 8球裁判员周杰 13比19 13比19 推完之后 谢中博这个球拍没有拿在头顶上 然后对方再推他头顶的时候 显得有点来不及 结果回球下午 对方 这对方的女选手 在这两分球里面 往前还是控制得不错 我第一局从这个比分来看 谢中博张亚文还是现在只需要稳住 应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 还是有一定的比分的优势 好球 对方这个女选手 莫刚聪子也是连续的想抢网 来制造机会 但是扎亚文比他更快 而且往前也很坚决 获得了局点 连续的挡网 由于扎亚文就在往前 所以给对方放网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结果日本队回球没有过 这样21比15 谢中博扎亚文先上了第一局 那么您现在看到的是2007中英人寿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这是第一轮的对阵 周长您 因为毕竟高龄是两届的奥运会冠军 而且呢 现在呢还保持了相当好的状态 所以呢 谢中博和张亚文 在他们发挥出很高水平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也有挑战高龄和正波的那种实力 但是稳定性来说 特别是对于不同选手 不同风格特点的球员来打的时候呢 他们的发挥相对来讲 稳定性要差一些 不过这对选手在刚刚配队的时候 冲点还比较足 他们现在最好成立世锦赛的亚军 也给他们从一起步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信心 现在他们还比较年轻 应该将来还有一定的提高 对 现在是第二次比赛 开局呢 是中国队仍然继续领先 4比0 谢谢 谢谢 谢中博和张亚文 可能四川的观众也非常的熟悉 因为谢中博就是来自四川的队员 那么张亚文是来自重庆 和四川也非常有很深的阉源 对 像这些川级的选手 他们在进行中国大师赛的时候 可能亲朋来的都比较多 像前面我看到这个场地上 现在代表德国的选手 徐怀文 参加比赛的时候 场下也是很多人在给他加油 不过自己的亲戚朋友 都来了不少 对 还有一名传级的女选手 平鸿燕 现在目前是在法国 对 6比0 2比0 3比6 4比4 4比5 4比5 1比6 2比4 5比5 5比6 3比5 5比5 4比6 清楚对方要打什么 自己要打什么 那么现在比的就是 完成的质量 对 完成的质量 因为战术很简单 实际上现在就没有什么战术 都很明确 控制前半场 把半场球打好 尽最大的可能 给自己创造竞争的机会 奥克斯丁 纳卡斯丁 齐托 台判员 王忠 八球台判员 骁玉 好球 这个球首先从这个 新中国的戒杀 弹对角这个反击 就比较成功 然后从手转弓 都对是这个转换非常快 其实现在在这个双打 无论男双还是混双来讲 我觉得现在攻防转换的次数 要比可能很多年以前 要少了一些 对 过去的攻防转换会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就是手现在变得比较难 对 现在一方面呢 是现在大家更强到速度 而且现在进攻的能力 也是实际上比过去更强 对 就像郭海峰现在的杀球 那么已经达到时速300多公里 那么这在过去呢 是达不到的 对 可能也有因为各个方面 因为现在人的速度力量很高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器材的提升 对 其实在很多项目当中 这个都是体现出这种特点 前一段那个温王比赛 我看到也是比赛当中 不断的有人提到 现在实际上就是 速度力量和科技的对抗 就是说谁的器材能够更大程度的 可以发挥运动员的能力 协同波波三 对角 十一比二 中国队仍然在第二局比赛 还是大部分有心 日本队的这个教练员呢 是朴朱凤 您应该对他也是比较熟悉 对 但是为什么他到这个日本之后 感觉好像也并没有 特别这种大幅度的提高 这个是有他们这种训练体制的问题 可能大家对日本这种体制呢 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 因为朴朱凤在日本 他是日本队的总教练 也就是他在国家队 那么平时日本队这些队员 都是分散在各个公司里面 所以平时的训练他是管不着的 他没有联赛 对 而且他没有集中训练 所以一年我相信有 起码大半年 甚至七八个月 他们是在各自不同公司来 来训练 只有在有重大比赛 或者是有一些超级联赛 比如说要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的合练 然后出来比赛 所以呢他的一些风格 或者一些这种指导思想 未必有可能就是 非常的有效地传递给他的队员 没错 来来来来 攻拳 非常可惜 因为我就说高队员要求的质量太高 球没有过 但是战术意识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有机会就是控制往前 对你攻的时候 来我一有机会我就强往前 扣是你来跳 轻易补起高球 请场上观众不要使用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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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 小伙众 进攻 还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张亚文就是说 他去制造机会 他保持这个球 不论他是抢网还是挡网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挑起来 他并不一定说 我这一派要得分 我们最终的这个有杀伤力的 这个还是由男同伴 协重博来完成 对 连续盯着对方女选手在打 对方的回球质量也有限 13比5 这次中国领域球大赛赛 我觉得来的这个含军量还是非常高的 看了一下这个签表 除了男双方面 丹麦的两队老将没有报名之外 其他各个单向 基本上都是精英都来到了成都进行这次比赛 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赛事对于各个选手 争取他们的奥运积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也是我们在国内举办的第一个 领毛球的奥运积分赛 今年的第一个 这个球都是杀在对方的正手软肋这个位置 这个女选手 这个方面的防守显得比较吃力 原来日本队这个防守 他挑起来的话 球到位的程度也不好 不仅对方攻起来 还有威胁 而且自己没有太多时间 能够撤到位 进行防守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在我们的转步场地 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单比赛 中国队的鲍春莱 要迎战荷兰队的敌击帕利亚马 日本队发球苏 谢中博 张亚文在这次比赛当中 他们是分在下半区二号种子 第一轮是对这对日本选手 从场上的情况来看 第一轮不会出现冷门 第二轮他们的对手 有可能是印尼的林培雷和玛丽莎 维塔 这也是印尼队打了苏利曼杯 决赛的出场的选手 一度也给张军和给这个郑波和高龄 制造了一些麻烦 不小的麻烦 对 如果能够过关的话 我想这个球还是非常有得打 而且谢中博他们取胜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一轮进半决赛的 这个八进四的对手 有可能是英格兰的选手 然后半决赛他们这个半区呢 还是任务比较重 因为印尼的诺瓦和维丁托 还有泰国的苏凯特萨拉利 都在他们这个半区 都可能是半决赛的 就是热门人选 这种方式进攻还是有所保留 嗯 来 19 第一號場地將進行混合雙打的比賽 比賽號FC50511 由義大利的克勞斯拉登納阿阿 對菲菲兵的肯瑜伽雅生生 裁判人高善 打球裁判人廖雄荒 我都通過自己調球想尋找進攻的機會 但是最後看日本人幾個挑球都非常的到位 一直都沒有機會下手 最後我自己要自殺 這個球就是日本隊防守質量非常高 造成了進攻方的失誤 現在日本隊往前回球搓球下網 謝忠博和張雅文是獲得了賽點 這是第一輪比賽 對方揭發球直接失誤 21比9 謝忠博和張雅文在第二局大比分獲勝 讓他們就以2比0戰勝了日本選手 大樹中斯和莫剛聰子 進入了中英人獸 中國羽毛球大失賽的混合商打第二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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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賽已經熱熱 anomaly的展開了 因為我看這個